大家好 我是雷香 日服在最近也正式開始了 全新的2020情人節活動 當然為了讓大家有美好的情人節回憶 活動自然會開新的情人節卡式 而這次的情人節新從者 便是來自日本平安時期的女作家 秦少納言 這名曾經指示部 並列為平安時代的文學才女 作為新的Archer 到底該如何搭配以及使用呢? 它的優點和缺點又在哪裡呢? 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和了解 秦少納言的優劣之處和使用方式 便出了這部影片 稍微介紹一下 這名與指示部 責然不同元氣滿滿的角色吧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後面以後 查看更多不同從者的攻略哦 影片下方也有雷香製作的FGO攻略網站 幫助大家理解不同從者和活動 以及主線攻略 那我們正式進入主題吧 也有個魅惑的魅惑的魅惑 永遠無休 感動的引擎 Full Drive 五星Archer 青少納言 技能一提升全隊攻擊力 以及每回合回復NPHP3回合 技能二自身迴避 以及提升暴擊威力3次3回合 技能三是提升自身綠卡技能3回合 同時自衝以及即時產星 個人推薦先練一三技 再練二技 寶具則是賦予自身 人之力敵人 中力從者 以及引從者的特攻狀態一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綠卡600%的全體傷害 青少納言的特點就是在於 寶具前會賦予自身三重特攻 能夠讓寶具後的後續傷害也有大量的提升 而他的技能一的領導力不但提升攻擊力 也會讓全隊持續回血回NP 再加上技能三點滿後有20%的自衝 讓這位從者有一定的泛用性 除了有具備一定的泛用性之外 技能2的3次3回合迴避 以及被動的對魔力和魅惑耐性100% 也讓他有著一定的生存能力和防控效果 同時有即時產星和暴擊威力的提升 讓他無論是傷害、爆發力和生存力都有全面的優勢 當然這名從者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即便公職有著即星上修正 但自身稀少的產星 最好還是有個即星技能才會比較穩定 而特攻倍率被眾多特攻效果分攤 最後很少機會會同時對到三種特攻 再加上寶具連發條件嚴苛 基本上又有滿破寶石龍才能相對穩定的連發 而輔助從者的話則是以CBA為主 同為公職的聖誕南丁也非常適合搭配做共同輸出 甚至是他的死對頭 紫士部也能夠彌補青少的暴言缺少平滑防禦力的問題 同時賦予一項魔性特攻 四重特攻可以說是非常有趣的 總的來說青少的暴言在各項能力鬥著不錯的表現 一定的生存力和一定的爆發力 再加上寶具賦予之身3特攻 再往後有不少的周回關卡甚至是高難度 都有機會大顯身手 如果能對到三特攻再加上直接克制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即便只能對到一兩個特攻 以CBA提供的爆發力支援 還是能讓青少那眼有著不錯的輸出表現的 不過缺少集星和平滑的防禦力依然是他的問題 但即便如此 以這兵從者的泛用性和寶具特色 新海城在線的華麗演出 讓他與其他從者有著天雲之別 玩耿玩的這麼有趣又明顯的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的 不抽一隻回來練一練玩一玩 還真的不行啊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有其他關於從者的搭配無問題的話 歡迎追追雷槍的臉書 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直播 影片下方又有雷槍弄得一個專屬的FGO網站 專門放一些活動攻略以及從者攻略 也包括繁中未來士和日服新從者 方便大家打活動和寧地訓練計劃 不介意的話就收藏一個吧 同時訂閱以及按小鈴鐺 觀看更多關於不同英靈背後的小故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2 3 3 4 5 5 5 6 5 6